我的頭髮好厲害 Hello 大家好 今天介紹蒜寨 材料我們有 麵筋 麵筋買回來我們要洗乾淨 然後用熱水出水 然後拿乾它 這樣就沒那麼油 材料我們先看看 我們拍過來這邊 首先會有茄汁 茄汁我們需要大約5湯匙 然後糖 糖我們因為個人的份量 我們可以儘量用2湯匙 如果你們炒完 試味的時候覺得不夠甜 那就加 然後山楂餅 又是少量 水 然後我們要有一點生抽 米醋 米醋我們大約用3湯匙 這個也是隨意的 然後加一點茄汁 材料我們就需要這些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好我們過來這邊 好 因為麵筋本身很油 有些人就會放油去炒 我本身就喜歡健康些 因為現在其實都崇尚健康的了 我會放油 我們用這個面筋來炒一下 先炒一下 好 拍下扁 好,烘一烘它之后,我们就陆陆续续可以下材料的了 我们用个助手仔,带些材料给我 好,我们下茄汁先 茄汁我们刚才说过,5汤匙,这个很随意,因为很视乎每人的口味 好,助手仔,再给些材料我 好,接着我们下糖,糖我们可以厚一点先下,我们下了其他东西 好,对了,材料我们都要下的 对了,也要给些材料我,洁汁我 好,对了,接着我们就下葱油 对了,葱油我们先不要下了,我们分两转 对了,记住,一路下的材料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路兜它 其实呢,尽量在这个过程里面 让它是用来吸吸了一些味 最主要要令它收汁 好,接着我们下一些茄汁 茄汁就可以一次割下了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炒一下它 因为其实,大家应该想到,还有些材料未落 但是,因为那些材料放下去很容易粘底 那些我们可以后落 对了,我们拍下来 你看看,那些山楂呢 我们都要有些时间给它慢慢用的 对了,看到吗 那些材料呢 那些材料呢 都不用五十元 但是已经这么大煲了 所以你说,自己做厨神多么容易啊 但是,这里出去买呢 起码都要一百元 坐手是不是 应该都要迷 对了 好了,我们看到的锅铲呢 其实,它的山楂呢 还比较难用的 所以,都没办法了 我们要继续慢慢兜它 让它溶了 那或者我们可以用筷子 帮一帮它 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下醋了 对了,醋我们也不要一次过下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那么酸的嘛 这个可以我们后面做好的时候 我们试味的时候,先去调 好,接着我们下糖 好,最后我们下一点点水 我们可以分一下 逐次逐次的下来 是 水,我们也可以分一下 逐次逐次的下来 盐上碟 差不多了 可以上碟 先试一下味道 一碟酸剂 这样就完成了 好了 一碟酸剂 耶